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 今天依然聚集了上万名示威者 他们要求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立即交权 抗议者与保卫内政部大楼的安全部队人员 在广场附近的冲突加剧 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 坦塔维昨晚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接受希拉夫内阁的辞呈 将组建民族拯救政府 在明年6月30号前举行总统选举 并表示本月28号的议会选举会无期进行 但抗议者拒绝军政府提出的大选时间 以及新总理安排 坚持军方立即下台